大方的接受大家的恭喜 虽然这一路非常的辛苦 就是最后得来的结果 我想真的还是让我相信 公理跟正义的存在 阿嬷说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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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欢迎吗 有吗 来刷一把爱心来看 赶快 赶快 鼓励一下 谢谢大家的祝福 应该这么说 那我想我要表达的应该 大家都有看到这样子 对那我想这几年 真的是有一点辛苦 但是昨天真的非常开心 对 谢谢大方的接受大家的恭喜 感谢 就是我只能说 虽然这一路非常的辛苦 然后很煎熬 但是最后得来的结果我想 真的还是让我相信 公理跟正义的存在 嗯 对 然后昨天都没有直播 是因为我觉得 呃 其实我还是希望我自己 带给大家是很开朗乐观 然后呢 是一个让大家觉得看了会开心的直播 所以 当然昨天就是 很开心的跟家人拥抱啊 这样子 应该是说这样子的结果真的是 呃 让时间 去说明了很多事情 这样子 我说一下 啊 阿嬷 阿嬷 阿嬷要发言 阿嬷说一下 阿嬷说一下 你有欢迎吗 有吗 来 刷一把爱心来看 赶快 赶快 耶 鼓励一下 对不对 你们一定替我们高兴对不对 谢谢 谢谢大家 阿嬷 你好综艺啊 我妈 哎哟 他这样我真的反而 阿嬷自己冲进 他整个这样冲进 啊 真的 真的啦 我觉得是真的 喜极而泣是真的 我想就是 时间真的说明了一切 那我也 觉得这个过程是很辛苦 但我真的真的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个如果真的有走上司法 真的是 不是我们要急就急得了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 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是因为 他必须要靠结果 去证明一切 这几年最心疼我的一定就是 我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要想 不论是谁 你不论长到多大的年纪 你看我在他们的心目中 永远就是 孩子 那自己的孩子受伤了 一定也是 相当相当的心疼 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呃 其实有时候 每一个人的 决定 就是 只要你去承担 你自己的决定就好 所以我当初做了一个决定 那我决定去面对他 不论这个时间 或这个过程 有多么的辛苦 但是我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就是坚持下去 做了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